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郭寧新聞 有超前官來的官公消費 雲林管政府在八月日四合 來啟動這由雲林投百萬名車 二點空的活動 民眾只要來訂購票 都可以來參加百萬名車以及種品恐怖的摩擦 今天要由雲林管政府來進行投降百萬名車的投降 由一月三十八月優勝時來投降 特別來到投降的現場 三 二 一 請開始出獎 雲林管文化官公處在今天進行 雲林投百萬名車 二點空的活動 都會有高中豐富賞品 觀眾中立生要在競爭來投出百萬名車的投降者 他接著電話優勝時一開始 沒來上心自己投降 再來當作是雜片集團 你知道我們現在現場都非常開心 替你很開心 而且是要祝福你 我是雲林縣縣長張立善 蛤 你是張立善縣長嗎 是 啊 你是說通車資產再搞 唉唷 恭喜你耶 你猜對了 這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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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特斯拉百萬名車的投降者 有一位優勝時 他表示因為家來回家 還在競爭 還跟上班朋友來旁邊 他們出事拆買後 將近20萬的電器 所以沒想到可以來投降特斯拉大賬 因為我家裡面最近在整修啦 所以剛好我的房間還有客廳還有我媽媽的房間都需要冷氣 然後就陸陸續續買了4台這樣子 對 花了多少 花了15萬左右 對 接近20萬 然後還要包含我自己的一些小費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們還想說會不會別人花的比我更多 可能有人買房子之類的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這個20萬應該是小數目 就 就 就 透過百萬名車的投降活動 婚姻觀眾也希望能夠修正 原來的觀光發展 這次由八月二十四號 開始開動的百萬名車投降 在這尾期四個月的時間 就十六萬別的發票上落 並有到待有兩億的發票消費金額 特別以百萬名車特斯拉來做抽獎 那希望能夠帶動我們雲林縣整個的觀光 跟產業的發展 能夠刺激買氣 所以我們從上半年度也抽了一台特斯拉 那這一年度我們在八月二十四號 啟動到現在四個月 那我們總共在雲林縣境內 發生了十六萬筆這樣的一個消費 那同時也促進了兩億元以上的這個 經濟消費力 都來推出國中修正觀光的活動 婚姻觀眾也在這幾年來完成 國風景區的交通建設 希望未來可以讓國多人來到婚姻路由 以婚姻官政府也將繼續為官來的觀光發展 來繼續努力 這幾職工業由可以讓家路由 上班尼 東京一援 吉祥人 開入 lur 百姻